日本男星冬初超大靠住演出电影听说同岛退社了成功从模特儿转型成演员,之后和女星杜边姓因合作电视剧擦出火花,结婚生下三子,而看似恩爱的两人近日却爆出婚变,目前也已分居,没想到竟是冬初超大沉住路边姓怀孕时偷吃小九岁女星唐田英李佳, 更扯的是,两人当初搞出不伦练时,唐田英李佳还未成年。 据日媒周刊文春报道,东初昌大和唐田英李佳在2017年,合作电影睡珠吻别醒来拥抱时擦出爱火,当时不仅唐田英李佳还未成年,杜边姓更怀驻第二胎,一气之下便把东初昌大赶出家门, 东初昌大的经纪公司也证实出柜的事实,权因东初的愚蠢,不成熟和欠缺责任感,无论遭受怎样的指责动,